谁才是三国时期的最终大佬 是武力值横扫半个中国的曹操 还是最终开启统一进程的司马懿 都不是 有网友经过细心研究发现 这人居然是看起来最废的袁术 推理如下 孙策认袁术为义父 所以袁术是孙策的爸爸 周瑜与孙策结拜为兄弟 所以袁术也是周瑜的爸爸 而曹操基于孙策和周瑜的老婆 本质也是想认袁术做爸爸 孙权的袁夫人是袁术的女儿 所以她毫无疑问得管袁术叫爸爸 孙权的妹妹嫁点了刘备 所以袁术也算刘备的爸爸 再考虑到刘备和关羽张飞是结拜兄弟 张飞娶了夏侯渊的妹妹 综上所述 袁术是三国历史上所有人的爸爸 这一套推理固然是玩笑 但不可否认 袁术在东汉末年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小觑 不仅在乱哄哄的东汉末年站住了脚 还最早撑了地 到底是什么 让看似平庸的袁术 在乱世中如此不平凡呢 纵观袁术集团的发展史 他既没有发动什么有价值的战役 也没有拿出什么志士之策 却让曹操 袁绍 刘表等一众大佬不可小觑 在各项历史大事中 也隔三差五能看到他的身影 袁术集团的起步 说起来能让刘备极度哭 他的地盘是捡来的 汉末董卓进京后 开始筹划废掉汉少帝流变 改立其帝流邪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 其中有以袁氏兄弟为首 董卓为了拉拢他们 先是找哥哥袁绍谈话 又把弟弟袁术提为后将军 作为新高气傲的施加子弟 袁氏兄弟二人无一例外 对董卓的拉拢不感冒 一个逃去了冀州 一个逃去了南阳 袁绍去了冀州 上属寄人篱下 弟弟袁术就不一样了 他刚到南阳 就碰上长沙太守孙坚 和南阳太守张姿闹矛盾 孙坚一怒之下就杀了张姿 南阳郡一时无主 孙坚又没有独占二郡的威望 便让袁术捡了个漏 几乎不费一兵一卒 就拥有了原始根据地 这要是让启家二十多年 才得荆州南部四郡落脚的刘备听到 一定会怀疑人生 袁术的运气不止如此 南阳郡是东汉时 荆州最北的一个郡 下辖三十七城 户五十二万余 这是什么概念呢 刘备后来占据的长沙 贵阳 零零 五零四郡加起来 也才四十九成 也就是说 南阳一郡可以打荆州境内三个郡 不但地盘够大 够富 南阳还极富战略地位 诸葛亮曾在 龙中队中尉刘备规划事业目标 其中一条就是要拿下南阳郡中的晚线 换句话说 袁术在游戏一开始 就完成了诸葛亮龙中队的一半 不过袁术不是什么有大志向的人 得到了南阳这一宝地 他却既不招兵买马 扩张地盘 也不好好发展内政 而是过起了交涉无度的生活 此时的中原已经大乱 先是一众军阀反抗董卓 后来又是曹操南征北战 袁术独自待在南阳 既没有趁荆州刺史被杀的机会一捅荆州 也没有图谋北上 除了拿回来一枚传国玉玺 没有实质上的领土扩张 身处乱世 犹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袁术站着宝地又不愿动弹 当然要挨打 很快曹操和袁绍便合兵一处 杀向南阳 袁术无力抵挡 想也不想就放弃了南阳这块风水宝地 向东逃去了扬州 这时候 袁术又捡了个大漏 扬州刺史沉温病逝 也有说是被袁术杀了 袁术又是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扬州 屯兵九江 九江郡相比于南阳就要差上许多 在当时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不但地理面积比南阳少了一多半 人口更不是一个量级 不过 难有长江天险可退守 没有淮河可阻敌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根据地 后来的东吴政权 也是在这一带起家 最后与曹魏 蜀汉三分天下的 可惜袁术不是孙氏兄弟 他既没有那个能力 也没什么理想 到了九江之后 他依然故我 娇奢淫逸 不休兵士 只靠着兢兢业业的孙奸南征北讨 袁术在称帝之前 基本算顺风顺水 尤其是孙家父子 邻里有逐鹿天下的实力 却连续两代干居人下 听任袁术这个庸才指挥 就连孙权时期 袁术早已去世 孙权还是娶了他的女儿 从开头提到的那份奇怪 但不失合理的亲缘表 也可以看出 袁术能成为三国所有人的爸爸 孙氏兄弟 有脱不开的干系 这样一个平庭无奇的袁术 为何如此入孙氏父子的法眼呢 首先还得从袁术的出身说起 袁术出身东汉赫赫有名的汝南袁氏 对于袁术的家族 我们最熟悉的描述是 四十三公 到位袁术这一代 他的叔叔袁葵在何晋死后 成了唯一的辅政大臣 袁氏也因此成了唯一能在外朝 担起大汉正统四字的家族 托叔叔的福 袁术 袁术的官徒也一路坦荡 兄弟二人先后担任虎奔中狼将 牢牢把控着天子进军 可惜袁葵并不是一个能拿主意的人 他这两个侄子也不算雄才大略之辈 在外戚宦官内斗闹的一团乱时 袁绍提出了将董卓迎进京城的 搜主意 给行将旧幕的大汉王朝 又狠狠添了一把图 但即使嚣张如董卓 也不敢轻易得罪 唯一剩下的辅政袁葵 自然也不敢惹袁葵的 左膀右臂袁绍和袁术 先是对袁绍好言相向 又给袁术提官 可惜出身名门的袁家 根本看不上这个粗鲁的西北军阀 袁绍甚至直接当面 将董卓讽刺了一通 不过袁家也没有和董卓拼命 维护大汉正统的决心 袁绍在过了嘴瘾之后 便连夜跑路 袁术不满董卓包夺自己的军权 也果断跑路 只有叔叔袁葵无处可逃 在袁绍举起讨伐董卓的大旗后 全族死在了董卓的屠刀下 虽然身为辅政的叔叔死了 但依然不影响袁氏家族的光环 东汉末年的人们 似乎默认了这个逻辑 支持袁氏兄弟 就是支持袁氏 支持袁氏 就是支持大汉 汉氏虽然行将就木 但是正统的旗帜却是人心所向 所以不仅袁绍在北方逃懂大军中 如鱼得水 南下的袁树也无人敢惹 再加上当时南方地广人稀 地方官本就权威不重 又缺乏智士之才 袁树这点三脚猫功夫 居然也能勉强镇住场子 而孙氏父子面临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孙氏的祖上三代无名 三国制尽了最大的努力 也只给他们追了兵圣孙武这个祖先 不过这个任祖想来也不算冒犯孙武老人家 因为孙氏父子两代确实会打仗 而且是天生会打仗 孙坚终其一生 都没有沾上祖先半点光 全是靠自己一兵一卒 一战战打出来的地位 从现实来看 孙坚没有任何大义的旗帜 和占着正统的大汉 沾不上半点关系 贸然割据的后果必然是被群起围攻 情感上 孙坚能走到如今的地位 多少也念了些大汉朝廷的提拔 尤其在汉然杀死朝廷派来的荆州刺史王瑞后 孙坚更加需要一张保护网来维护自身的汉臣身份 而不是被天下当作尸杀汉臣的叛逆 当时逃至南洋的元树 无疑是孙坚最好的选择 出于种种考量 已经是长沙太守本也可以割据一郡的孙坚 选择了投奔元树 并一直听从其指挥 直至战死 元树称帝是在建安二年 当时的元树集团内政不休 军备不整 还失去了孙坚这一大将 元树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禁地的危险 大约是长久以来的好运气 导致他产生误判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 但是元树不顾众人反对 悍然称帝的举动迅速耗尽了他的好运气 在他谋划称帝时 接替父亲孙坚成为其麾下第一大将的孙策便与之决裂 称帝之后 元树与其联姻的吕布也迅速割席 或许连老天爷也要与他作对 建安二年的冬天其冷无比 元树的军队无力预寒 当即反叛 可即便是这样重判亲离 元树还是应声声称了一年多 直到建安四年 他才彻底待不下去 烧掉了自己的宫室 先是去投奔自己叛逃的老部下 被拒之门外后 又想起了自己一直看不顺眼的哥哥元绍 在投奔侄子元潭的路上 被曹操果断派兵出击 最终死于逃亡途中 到了孙权掌政时 元树集团已经灰飞烟 元树集团也在同年兵败官渡 大势已去 曾经显赫意识的元氏家族 在历史上彻底失去了地位 一手好牌被元氏兄弟打得稀烂 正如战争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洗牌 臣服而不知进取的旧门阀势力 终究会被新生的力量所取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